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好了 接下来的主题 我们回来 这个主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主题 很多公司不谈这个 不过他却不知道 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运作流程 怎么做 这很重要 给你再好的产品 再好的制度 再好的公司 要是你不会做 他的做的流程 他要你做到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那也是非常 也不是一个机会 我们这样讲 但看今天Rivoy的人数 我们就知道 应该不难 如果难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如果没有效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跟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运作流程 我们叫系统 那么这个由谁来谈呢 那么这四场 这个运作流程 这个系统呢 对于我们的资深总监来谈 所以由此可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么两位资深总监在前两场已经讲过了 今天留在最后一位 那么这一位呢 也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公司也没有多少创办人 就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他 那么老实说 我时常在台上都有分享 有时候我们都 当我们一个人在市场上 那是很寂寞的 是不是啊 那是很惨的 不过当你知道旁边还有一个人 他会不管什么情况 他都不会离开你 会让你就可以更放手的去做 会更有勇气的去做原本你不敢做的事情 同意吗 他就是那个我身边的那个人 早在他非常年轻 二十一岁的时候 就跟着我 一直到今天变成安弟 没有 一直到今天 年龄好像是 不过实际上不是 二十多年来 就只做一个这个行业 一直跟着我 那么他看到的东西 他观察到的东西 肯定不是你们一般可以观察到的 是真正的东西 是吧 不是你们可以看到的 因为他是最靠近我们公司 他本身就是一个高层 所以他能够分享的东西 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然后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资深总监 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市场 的呗 后面就叫他 名字 是 不错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 赢在reway 严格来讲就是要分析 六个非常重要 当你要做决定 做直销的时候 你要选的一些 要看的一些点 赢在reway今天不是第一次 已经是 谈过三次 然后 在曼谷的时候谈过第四次 很多公司 它不会在舞台上 跟你分析它的公司的 因为很多直销公司 你分析越多 你越看到它的漏洞 你分析越多 你越会看到原来它开始讲的是 美好的画面 你越懂越多 就不好了 不过reway有点相反 我们一直谈一直谈 一直谈一直谈 因为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 当你更了解reway公司的时候呢 你不会看到reway的好 反而我们非常有自信 当你看得懂reway公司的时候呢 你更能看得到它的好 所以这16年以来 我们谈了无数次的 Inside reway 我们分析了无数次的reway的6P 所以今天我并不是要在舞台上 说服你reway多好多好 因为在座都是成年人 在座都是有眼睛的 在座都是有耳朵的 都是有能力思考的 我不用说服你 我们让你自己来听 让你自己来看 让你自己来判断 我也好 接下来五位讲师也好 在舞台上所分享的东西 你自己去分析 你觉得有道理吗 因为我希望 如果今天你真的决定做reway 我希望你做的是很肯定的一个决定 我希望你做的是真的是一个对的决定 所以今天希望有我的分享 跟其他五位讲师的分享 能够让你更看懂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领导人 这么爱reway 好了 reway是一间直销公司 在台湾我相信很多人 对于直销很多想法 可能很多人对于直销在台湾很负面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 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境 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职业 一个行业 为什么台湾人会对直销很负面呢 我相信在座很多领导人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一听到reway是直销公司 你第一个就是把耳朵关掉 那么我们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本身在做reway之前 我们会对直销这么负面呢 有很多原因 例如我们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在做直销 他做A公司的时候 他跟你讲这间公司多了不起 你买了产品 三个月过后 他就做B公司了 他做B公司的时候 他也跟你讲 这个是最好的产品了 做了六个月过后 他就做C公司了 那么已经C公司 D公司 E公司到 到了最后 每一次他去到一个新的公司 他就跟你讲 这个是最好的了 你已经不相信他了 同意吗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你的朋友 或者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自己本身 想一直换公司 有的时候是因为 那个公司的产品没有优势 那个公司的产品不优秀 有的时候是可能 那个公司的制度 它的奖金分配的方式 做了多努力都不赚钱 种种的原因 而今天我要谈的是系统 所以我本身认为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为什么以前我们做直销的时候 跟我们身边的人做直销的时候 一直换来换去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以我本人的看法就是 很多人做直销 他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做直销 他以如何销售产品的方式做直销 而且关键他们犯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以一个人怎么说销售为主 以一个人怎么卖产品为主 他们没有想到要有团队 或者我这么讲 以前当我们做直销的时候 即使我们想做团队 我们想有人啊 我们没有方法 以前当我们有问题 我们组织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找上限的时候 上限没有答案给我们的 因为可能那个上限以前比我们早两天加入那间公司 所以他跟我们一样也很心堪没有答案 可能现在锐售的领导人会说 那去找公司啊 如果你没有答案 上限没有答案你就去找公司啊 如果你真正做过直销 你就知道 在很多直销公司 他没有所谓现在你看到的这个 business development的这个部门的 以前我跟老板做过几间直销公司 他们有这个部门也是叫做business development 也是叫做业务发展部 不过最大的差别是 很多直销公司的业务发展部 他不是跟你配合打市场的 你懂吗 他是代表公司 来做一个传话员给领导人 以前我们接触的直销公司是这样子的 领导人要去一个表扬大会 他要500张票 他就跟业务发展部的部门的同事说 那么同事就会说 OK好 一张票100新币打一个比方 那么你500张你几号要给我这个钱 好了你钱拿到了 你就再去公司找这个业务发展部给他钱了 他就说OK好 那我让你知道一下我们的活动是这样子跑 你就去做安排 也就是说以前所有我们接触的直销公司的业务发展 他跟你代组织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是代表公司如果有什么活动 来把这个资讯传达给你的一个中间人 所以我在想 应该是以前老板接触直销的时候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公司的一个部门 来跟领导人一起打市场 所以他才在Reway 设立了一个业务发展部 所以你看Dato就是给他在Reway逼疯的 越逼越老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以前老板做直销商的时候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他就在Reway设立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业务发展部就是Reway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一个你去别的直销公司 是不可能有这一组人跟你一起打市场的 所以你要对业务发展部跟你组织的配合的定位 你要搞清楚哦 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做Reway的人 他不懂怎么用业务发展部 他把业务发展部当作员工来用 有的时候他把他当作跑腿来用 你懂吗 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领导人的活动 我讲为什么不是领导人做 为什么是业务发展部来做 很多人已经误会了 如果你问我业务发展部 并不是请来帮你做slide 不是请来帮你做活动的 业务发展部是什么 Reway的眼睛和Reway的耳朵 Reway的业务发展部是代表公司 代表Dato在市场上 在跟领导人配合的过程里面 用眼睛用耳朵去观察 哪一组领导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因为当我们CMD开会的时候 我们所有对于市场的资讯来自哪里 来自业务发展部的同事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 怎么跟这个部门配合的很好的话 回应给公司的就会是很好的消息 我讲的并不是我 我等下打给业务发展 跟他拍马屁了 不是的 你要至少在配合的过程里面 要给他们一个感觉 你是一个可以配合的领导人 要给他们有一个感觉 跟你配合的过程里面 他们很想帮你 他才会在Business Development的会议里面 才会在Dato的面前 讲多几句好话 帮你推 帮你介绍给公司 你懂吗 这个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是一个Reway领导人的话 我会怎么去用Business Development 所以系统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不懂的 有的时候没有人讲 我们不知道的 不过如果你问我 这个部门 就是你在Reway能不能成功 系统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了 系统好完整重要吗 非常重要 每一次我们赢在Reway谈的时候 我们都要谈到一个重点 我们都会谈到麦当劳 麦当劳我们都知道 在这边有谁没有吃过麦当劳的 应该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出国高峰会议 不习惯那个国家的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往麦当劳去了 因为我们很肯定 去吃麦当劳绝对没有错 所以麦当劳的系统已经这么成功到 它在全世界各地 它可以被复制成这么多个分行 可是我想问一下 麦当劳的系统做得多成功 它做得多大 跟你有什么利益关系吗 没有 最多是以消费者的角度 它让你能够容易吃到麦当劳 同意吗 可是利益关系没有 除非你非常有钱的 能够出一个大笔的资金 去买麦当劳的Franchise 不然的话 其实它多成功 它系统过好 跟你也无关 好了 我们拿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来讲 世界国际的一些名牌 例如LV Chanel这一些 他们也是有一个系统的 怎么讲呢 很多国家知名的名牌 当它在不同的国家开店的时候 它的装修 它是不用当地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发现 你去到每一个名牌店 在什么国家 你一进去 它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它喷的香水 在每一个国家 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系统 来讲你必须要喷什么香水 他们的服务员 支甲擦什么颜色 也是有规定的 他们的口红 是什么品牌的 什么红色 也是有规定的 然后他们的整个装修 他们都是从欧洲 运来所有的大理石 要跟总店一模一样的材料 然后是用他们自己的供应商 所有是要用他们自己用的 他们才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名牌的品牌 当它装修一间店的时候 它用很长的时间 你还要等这些原料来吗 这样子的系统跑 它产生什么结果呢 它产生一个结果 让消费者想销售同意吗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系统这么成功 它对你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它反而伤害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花更多钱 就像我这样子 一进去觉得 哇 那个服务的系统很好 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它唯一有利益的人 就是那个品牌的老板 那么我们唯一得到的 就是一个消费者的感受而已 好了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航空服务业 我们时常坐飞机 我们时常转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转机的过程里面 时常有那种飞机取消啊等等 有一次我在欧洲转机的时候 因为下雪的情况 转得很乱 那么我认为在一个国家 如果它时常下雪 它的航空应该准备这样子的情况吗 不过当时当我转机 飞机又cancel来cancel去的时候呢 没有人在机场里面可以跟你说 你的行李几点会出来 会不会出来 你问任何一个在柜台的人 他就跟你讲 你在这边等看看 有一次我等了五个小时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航空的柜台里面 可以给我这个答案 所以当我知道了过后呢 我就跟我自己说 以后我永远不会搭这个航空了 所以你看 有时我们会选定一些我们想要的航空公司来搭 因为它的系统让我们成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很喜欢它的服务同意吗 好了 刚才我讲的这几个例子 都是很成功的 因为它有系统 它有很多的爱戴者 可是问题是 它跟你无关 除非你是它的老板 除非你是它的股东 除非你是它公司的高层 那么Reway有没有系统 有 而最大的关键在于Reway的系统 跟刚刚我讲的系统的最大关键是 Reway的系统它跟你有关 它跟你在Reway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最大的关键是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因为它好像空气这样 你每天呼吸 可是你抓不到空气的 它就是会在你的身边原本就有的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当你身边原本就有它的时候 你会忘记它的存在 我打一个比方关于系统的 我们的穿着 你会发现如果新人来 你会发现我们都是穿白衬衫 黑西装的吗 尤其是做前排的都是这么穿的 很多人认为 做Reway一定要穿白衬衫黑西装 没有的 你去我们的distributor handbook 我们从来没有做Reway要穿白衬衫黑西装 同意吗 那么为什么Reway会穿白衬衫黑西装呢 因为老板开始 不过当老板这么穿的时候 他也没有跟你说做Reway你要这样穿 你问前排的领导人 他从来没有讲过 他只是 当你约他去外面的时候 他也这样穿 你叫他去露营的时候 他也这样穿 你叫他去烤肉的时候 他也这样穿 你叫他去40度的天气海边的时候 他也这样穿 所以当他一直这样穿的时候 旁边的人跟他穿不一样 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懂吗 所以慢慢的身边的人会觉得 如果他们不这么穿很奇怪 慢慢的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就穿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西装 然后5个变10个 10个变20个 才会变成我们看到的Reway的 现在的白衬衫黑西装 好了 那么这个白衬衫黑西装 它又跟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前天我跟大哥聊 他说你知不知道 当一个business development 去到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 当他跟一个新的市场的一个领导人 谈的时候 他不会跟他讲Reway多棒多棒 他会先跟这个领导人拉近关系 他会先这个领导人跟这个领导人聊 他会先把自己的关系 跟这个领导人做得很好些 所以他说久而久之 你要怎么知道这个是对的领导人呢 是当整个过程里面 当一个business development 去到那边跟他聊天 去到那边跟他喝茶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领导人开始穿的 跟business development一样了 可能开始头发 也跟business development一样了 开始可能手上拿的包 也跟business development一样了 这个就是一个点 来让他断定 这个领导人应该可以 因为他愿意去跟一个 我们没有讲明的东西 不过他愿意去跟 所以如果你羡慕 为什么Reway公司 去到什么市场 带什么团队都会这么成功呢 不是因为他是公司带 是因为公司很在意 很注重这种我们跟领导人的 关系的这个点 而很多人做直销 为什么他带组织 每次带不成功 因为很多领导人注重的是在 我跟你谈我就是要谈Pertier 我跟你谈就是要谈5 star 我跟你谈就是要谈业绩 我跟你谈就是要谈赚钱 我跟你谈无意中也好 有意也好 就会牵扯到谈利益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当一个领导人去新的市场 新的团队的时候 他没有建立在他跟领导人的关系之间 所以当这边出现一些问题 他没有心腹 他没有身边可以跟他一起在这个思想上 面对问题的这一组人 然后很多人他遇到问题了 他就去跳去另外一个市场 而Reway 为什么刚才Eric讲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永远会在一个市场 不管遇到多大的问题 我们都会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个是一个讲明的系统吗 不是 不过这个是Reway 默默一直在坚持的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在系统里面 比较明显的是我们的OPP OPP是在座每一个人 从第一天到今天加入的人都在谈的 很多人想 哇OPP谈来谈去都是一样 可以不可以加新的东西 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要加新的东西也好 你不要加新的东西也好 你不用问我 因为那个是你的事业吗 你要加去100页你就加咯 你要加更多东西你也可以加 你不需要问我 不过在加之前你要先问这几个问题 你要在直销单打独斗吗 你要在直销用个人魅力吗 还是你要在直销有复制的能力 想回刚才我讲的 为什么以前我们不喜欢直销 因为我们身边都做直销的人 注重的就是在成交 注重的就是在如何销售 他忘了到最后真正在直销成功的是大团队 所以很多人看的太窄了 他只专注在我能close多少人 所以当他谈OBB的时候呢 他就很专注 如果我这样子一直一直谈 我能close得到人吗 可是他忘记 其实整个成交背后 坚持OBB有一个更大的原则 因为如果你不坚持OBB一样的谈法 你的组织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谈法 永远你组织的人都是很散的 那么你在直销 你再留意怎么成功 所以并不是老板自恋 他做的OBB他觉得很好 要逼你去用并不是的 是因为他知道 这是唯一一个方法 能够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又可以成交又可以复制人 所以谈了很多次OBB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不是OBB的问题 因为David Yeo OBB从第一天谈到现在 效果还很好啊 刚才我看他在舞台上谈的时候 我要转过去跟Eric说 你看啊一个没有读书的人 华语不好 在台湾能够谈到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他谈多少次 你听他形容科技的那个形容词 你听他形容我们新的原料的形容词 是那种谈了几万次的那种形容词 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人谈很多次的 所以你看同样的也是OBB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谈到这么好呢 因为他爱谈OBB 他谈的时候他是有放灵魂进去的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的OBB 是没有灵魂的你懂吗 他真的是第一夜翻到最后夜 他还没睡着 顾客已经睡着了 所以不是OBB的问题 是谈的人没有去进步他的OBB 他没有跟OBB谈恋爱你懂吗 有一些人看到OBB就觉得 又要再谈OBB了 而有一些人看到OBB就觉得 哇我赚钱的家伙 你要先爱OBB 然后你要去想到在谈的过程里面 你要用什么例子来表达出这个OBB 而不是去改里面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你改来改去 只有你会这样谈 你的人不会这么谈 那么有一些人 他在谈完OBB 他要成交的时候 他发现 我明明每次上课 我明明很注意听我的领导人 怎么讲事业见证啊 怎么讲产品见证啊 不过为什么我每次成交不了人的 有没有发现 可能你下线会说 我做日位这么久了 我的成交率很低 有一次我跟一个领导人聊 他跟我讲他的成交率很低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是跟 不过非常盲目的跟 例如有的人 他听过十个见证 不管是事业见证也好 产品见证也好 但他听了见证过后 他就收了这些见证 他遇到每一个人 他都谈一模一样的见证 A 他也谈这十个见证 B 他也谈这十个见证 C 他也谈这十个见证 我想问一下 见证不管里面的故事多有效果 你觉得这样的方法能吗 不能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听完你的十个见证的 你懂吗 你的这十个见证是你的工具 不过你要懂得怎么用它 你要知道当你跟一个生意人的时候 要怎么讲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的仓库 里面有什么样的见证 你要用适合去说服影响他的见证来跟他讲 那么你讲了两个过后 你不要继续讲八个 因为原本他要成交咯 就因为你讲了八个过后 他怕了你 他不要哦 所以我们跟 不过我们要聪明的跟 我们要聪明的用我们手上的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公司系统里面 我们参与最多的 而且我们大家都是全情投入的 就是Reway的活动 如果你问我 Reway的活动 是Reway非常引以为傲的 并不是因为Reway很舍得给 Reway很舍得做大舞台 不是 是因为Reway应该是全世界的直销界里面 唯一一家一年做这么多活动的公司 一年十二个月 你注意看没有一个月没有活动 从小活动到中型的活动到大型的活动 Reway是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的 同意吗 好了 那么为什么Reway公司这个系统里面 要放这么多的重量在这个活动 就是你要找的答案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那个活动的用意 那个活动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在里面得不到力量 那这个活动就跟你无关了 我管活动在国家体育馆 我管活动在什么室内体育馆 只要你不懂得怎么用这个活动 我做多大场的活动给你都没有效 所以在Reway的系统里面 你要怎么在里面得到最好的受益呢 你要先了解每一个活动的性质 它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 你才可以去用它在你的组织运作里面 好我打一个比方 今天的这个会场就是培训活动 我们叫做领袖培训会 有的时候是三面台 有的时候是四面台 领袖培训会我看满满的人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Reway的领袖培训会很成功 我只要带人来就可以了 是吗 请问领袖培训会你带人来就会成功吗 不是的 反而我看到有很多人 因为带了人来领袖培训会 他不做Reway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这个领袖培训会的目的 打一个比方 我发现有很多人在邀约人来领袖培训会的时候 那个邀约的人 那个在做Reway的人 他都不懂那一天的主题是什么 他都不懂那一天的讲师是谁 你怎样接到立 因为如果我是做Reway的 我一定要很懂那一天的讲师是谁 那一天的主题会谈什么 我才可以借用这个讲师的背景 我才可以借用这个主题的一些我大概知道的内容 去做我的会前 我才可以正确的用对的邀约方式 把对的人邀约来培训会 这个培训会它才会产生效果啊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做Reway 他没有做这个动作 他讲哇需要多少人 哇炒来很多人呢 游览车全部来喔 不过来的人听五分钟就睡着 因为他以为来这边是免费吃 所以他来 然后而且很多人喜欢把顾客带来培训会 可能在座有一些是顾客喔 通常我培训会我是不带顾客的 因为培训会的意思就是代表你要教做法嘛 你要教Reway公司怎么运作 也就是说你在舞台你会教怎么成交你的嘛 你会教怎么把这个顾客corner去一个角度 然后讲成交他 所以如果你约一个顾客来他坐在那边讲 哦原来你们培训会就是关门教这种喔 哦他反而更负面 那人家就讲哈 可是我又希望倾用培训会 来让我的顾客做Reway喔 可以 你要先做会钱 就是至少如果你要把人带来培训会 这个人至少要听过Reway 至少要被谈过产品 可能不一定要吃喔 不过至少他听过产品 他听过Reway他只是不做 他不吃 你希望借用培训会来带他来这里 听一些东西 让他听到了 诶可能会开始吃产品 可能会开始从事Reway 这个就是我讲的 带很多人来是可以 不过要做会钱 这样子 你每带来的人 他的那个百分点 他听得懂 他听明白 他从这个培训会要达到的结果 才对你有效果啊 好了 另外一个在Reway系统很大的一个会议 就是我们的表扬大会 我们的表扬大会 从很小的到有几万人的到六万人七万的人都有 很多人来到Reway尤其是台湾 一加入Reway 就可能已经接触了Reway很大型的表扬大会了 只有早批的领导人 跟着我们做过两百人三百人的表扬大会 不过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台湾的领导人 可能一进来就是台北小巨蛋的 或者是高雄巨蛋 好 那么我想想一下 到底表扬大会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得知道 不然的话 你又是回去只是炒人炒人炒人 你懂当你只是以炒人的方式炒去北洋大会 这一群好不容易约来的人 你知道约人多难吗 好不容易约来的人 因为你没有做好你的功课 这群人离开了过后更多埋怨 如果你没有先预钱做好你的会钱 什么事情会发生 在北洋大会一半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简讯了 一个一个离开了 一个一个走了 埋怨那个约他来的朋友 讲说哇为什么这么久的 为什么表扬到现在这么久的 因为他不知道他来干嘛 所以首先你要邀约一个人去北洋大会 你要先知道 这个北洋大会在哪里 在什么国家 这一次表扬第一名是谁 这一次表扬什么国籍的人 你必须要在里面找到一些例子 来去跟你要邀约的人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台上的这些人 就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以后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你必须要能够借舞台上的人的例子 来卖给你想邀约的人 所以你这样随便吵随便吵来的话 一两个小时候他们全部出去 整个北洋大会 他坐了游览车来 他搭了飞机来 到最后回去满身的埋怨 到最后你跟我说reway不能做 到最后你跟我说reway 表扬大会没有效果 为什么 因为带来了也是这样 人家也是觉得没有效 所以如果你问我是 表扬大会没有效果吗 很多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会前 那么对于你在做reway的 在这个系统的表扬大会 对你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呢 有 如果你做了reway一年两年 你还是被安排 每次开门 你要冲进来去找最前面的位 因为没有人为你安排前面的话 你要在里面找到一些答案 如果你发现你做了reway两三年 你看到那个跟你一起拿diamond tree star的人 已经开始拿pavo了 已经开始上台拿team elite phoenix了 已经开始拿飞马了 而你还是tree star了 你必须要在里面看到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每一次 当你出席reway的一个培训会也好 出席reway的一个北洋大会也好 你必须要坐在那边得到的东西 不要像很多你约来的人 我看到有一些做reway的人 进来北洋大会 开始在里面十分钟 出去外面自己谈人哦 出去外面抽烟哦 出去外面吃饭哦 等到老板做coaching的再回咯 我有时看了过后我就爬头 你懂你怎样做reway吗 你真正做reway是 你必须要把这个活动当做是你自己的活动 这样子看待 所以有很多人他在活动借不到力 因为他从来没有把reway的活动 当做是自己的活动 他把reway的活动当做是reway的活动 他把reway的活动当做是应该做的活动 所以当你不把它当做是自己的 这个怎么会有力量回来给你 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个活动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不是来拍拍手哇今天表扬天龙哇伸出来哦 哇这个椅子这样不是叫你哇这个 你要在里面得到一些答案 那么另外一个在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会议 比较小型不过它的重量不输刚才我讲的两个会议 就是我们的最高峰会议 好了讲到最高峰会议 从这个名声你就知道了 只有reway最高的领导人可以去 不同的时段会跟着市场的情况 来决定那一场高峰会议的标准资格是在哪里 可能在座一些新人就讲啊 刚才你讲的这个两个会议我会注意的 这个高峰会议就跟我无关了 因为现在我追不到了 现在reway高峰会议全部是几环几环的 我才是一个小小的三星 我哪里追得到高峰会议 所以这个我可以不用听吗 你可以不用听吗 no 你应该去思考 这个高峰会议 它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得到你的吗 那么如果你有一天有机会去参与的话 你可以得到什么呢 那么虽然你现在是一个三星 你认为你离这个高峰会议的这个我们讲标准 快滴热很远的话 你也思考一下 想一下 你要允许自己永远是三星 永远没办法出席最高峰会议 还是你要想方法去跟你的上线讲 去跟你的上上线讲 你很想有一天能够出席立约的最高峰会议 想问他们怎么做计划 也就是说一个你去不到的会议 它里面是有力量的 所以千万哦 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出席最高峰会议 千万不要录影 也千万不要在高峰会议直播 有的时候我在高峰会议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区域的领导人 因为可能我们的门槛没有这么高 区域的领导人去的过后很兴奋 因为被d up 哇高峰会议怎么样怎么样 去到里面全程录影 全程录影还算咯 我还曾经看过全程录影 他把他发去他的微信群组 我看了过后直接叫他删掉哦 我说你知道有时最大的力来自没有的出席 你这样子拍了全部传出去 你觉得你的人会拿到力吗 真正的力要在高峰会议 是你必须要能够出席 所以不要以为高峰会议只有reway的大领导 才有这位出席的 因为我想提醒你的是 所有前排出席过最高峰会议的大领导 曾经也是没有出席过最高峰会议 他们也是离最高峰会议的criteria很远的 不过因为他们设了一个目标 他们知道高峰会议是reway系统里面 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们设了一个目标给自己 而去了第一个过后 他们跟自己说以后的每一场高峰会议 他们都必须要出席 今天他们才会坐在前面 最高峰会议的力应该是 如果你是一个team supreme 1 如果你发现最高峰会议的criteria是supreme 3 你不要跟自己说 哎呀1和3离很远了 你就要跟自己说我要怎么从1变3 那么如果你是team supreme basis 1 你看下一次的高峰会议变成team supreme basis 5了 你要有危机感你懂吗 你要跟自己说惨了 上一次supreme 1的时候去3我没有哦 现在1去5应该更难哦 你有两个想法你可以想哦 1你直接放弃算了啦 reway竞争激烈 永远追不到的啦 或者你可以做第二个选择 惨了你要有危机感 我以前fight两个的时候我不要fight 现在要四个的我才来fight 这样以后我不可以重犯这个错了 所以在每一个会议里面 它都有一定的启示 你需要去在里面得到答案的 另外一个比较不像会议 比较像是吃饭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飞马之夜 刚刚刚在迪拜过的team supreme night 好这个晚宴呢就比较不一样 没有什么谈到reway的 都是穿美美穿晚装来吃饭 这个会议我就鼓励你们多拍照 因为我发现领导人很喜欢拍照的哦 厕所也可以拍哪里都可以拍的哦 这个会议只是真的纯粹吃饭 他最主要老板说 他不要reway人做reway 每天一开口就是reway 口水喷出来也是reway 一看到人就讲petire 一看到人就讲见证他不要 他希望reway人有趣一点 能够有爱好能够有嗜好 所以他就有这个team 就有这个supreme night 让reway自同道合的领导人 一起坐下来谈天说地 你想象一下哦 里面会是什么感觉 当一群在reway赚最多钱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他的氛围是什么 你觉得他们谈的爱好是什么 他们谈的嗜好是什么 最近买什么家 家装修到怎么样 最近买第几间豪宅 哇 一定是讲一些关于他们每一间生活 而很多我听了都是他做了reway后 他的生活改变了一些东西 所以你想象如果今天你有机会 出席一个begasus night 你有机会被邀出席一个team supreme night 你可以想象他对你的力有多大 所以你看这一些是你在加入的第一天 他每次都有的 上个月一次一个培训会 上个月一次一个表扬大会 上个月一次一个飞马戒 有时多到有一些人怕你了 多到有一些人跟上线讲 哈 又来表扬大会 又来培训会 有没有人有这个感觉 有些人暗笑哦 因为可能你曾经有这个感觉 可能今天你坐在这里就想 昨天你刚刚埋宴又要来高雄 坐游览车这么久 如果你去做别的直销公司 你就会珍惜reway了 所以我刚才说嘛 reway公司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公司 不是台湾而已哦 不是亚洲而已哦 不是reway有的市场而已哦 我敢担保全世界没有一家直销公司的活动 做得比我们多 所以等你去别的直销公司 你参与了 你才发现他一年只有一个活动的时候 一年一个活动代表什么 就是当你要出力的时候 没有公司的力下来 你要一直出自己的力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没有一个培训会 你要在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你懂吗 当你需要接力的时候 没有一场表扬大会 你要用你自己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要用自己的能力 来解决很多你组织的问题 而很多时候很多人的个人能力 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reway为什么办这么多活动 因为reway的系统知道 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培训会 来装回子弹的 过程里面我们是要有表扬大会 来表扬人的 过程里面我们要有很多不同的会议 来让没有个人能力的人 能够借用公司的能力 来做好团队啊 就就是刚才开始我讲的 很多公司它没有部门 没有系统去帮你搞定的 组织领导人是领导人的事 你知道以前我们做直销 你有什么的问题 你只可以找上线喔 上线不会你找上上线喔 如果你整条线不会没有人找喔 所以有很多人他做不起来 因为他没有方法 而我们做过直销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有方法做的 所以我们才做这么多活动 来让你约人来 来让你在很懊恼 要怎么前进的时候 来北洋大会看 来培训会学 所以在外面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会做他不想做 而有的公司是这个情况 想做他不会做 而另外一种公司是这个情况 他不会做他也不想做 而瑞威公司是 会做又想做 所以活动要怎么样借到最大的利呢 我发现有很多人一听到 哇要多少人多少人 就会开始吵很多人吗 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犯的错 我这样子看 乱乱吵人 很多人讲乱乱吵人 奇怪喔 每次RDGMBD打给我 都问我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 领导人每次打给我都问我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 每个人都叫我吵人喔 你又讲我乱乱吵人很奇怪喔 你这个公司 这样也是你讲 那样也是你讲 我讲的乱乱吵人并不是 哇不可以带很多人 我讲的乱乱吵人是 你怎么带他们来 曾经在马来西亚 我们办过国家体育馆的 我们请过歌手 我们收过很多传单 很多领导人还要邀约人 他为了要吵人去那个会场 他的传单放三天两夜 新加坡一日三天两夜游 去新加坡吃榴莲 然后去金沙赌场 然后去看动力火车演唱会 飞华航才多少钱 快点来报名啊 这个就是我讲的乱乱邀约 也就是他认为我只要发传单 我只要有一群人去 哇可以看到这个场面 一群人就会有结果没有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用这样子的方式乱乱吵人 他的结果回来 你的成功率的百分点 来让那个人看得懂是很低的 反而他的满月的声音会更高 同意吗 所以要记得 我们怎么去做这些活动 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发现在Reway的组织里面 领导人的组织里面 也是开始有做活动了 而Reway一直都很鼓励领导人做活动 很多直销公司很怕组织比公司大的 很多直销公司 当他看到领导人赚钱了 主司开始大了 他就开始改他的制度了 可能我们在Reway9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公司要做这个 不过的确很多公司 他很怕领导人比公司大 因为他怕他压不住领导人 很多管理层很多公司 他怕领导人很大的时候 不会听他讲话 不过Reway公司从来不怕 如果Reway的领导人 可以把活动做得比Reway还好 我们真的很开心 那我真的可以退休的 我不能多开心你懂吗 如果Reway的领导人 可能可以把组织会议做得深深有色 这个就是Reway非常开心的一个东西 所以去年11 12月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就公司老板 就跟领导人不同组织的核心 一起来做自己组织的培训会 跟高峰会议 好 我们来讲一下 在公司没有参与领导人活动的情况 领导人做活动有没有效果呢 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跟你们讨论的 领导人看过Reway做北洋大会 看过Reway做培训会 出席过Reway的高峰会议 他看过一定的标准 他们就很想把这样子的东西复制在他们的组织 所以组织层面就会有组织领导人自己办的培训会 高峰会议 省最北洋大会 而这应该是要这样子做的 因为你要有办活动的能力 你才可以建立组织 不过很大的问题 这几年尤其是在去年9月 我们在领导CMD开会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发现当领导人组织要去办活动的时候 它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的核心很难做决定 到底这个活动要办在哪里 要什么模式 然后谁出钱 然后谁出多少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虽然是上下级的领导人 不过它里面有很多旁级的领导人 也就是说 到底是最大的上限给到完全部听他呢 还是全部人公平的给 然后全部都可以讲话呢 你懂吗 它永远没有一个对的答案 打一个比方 可能一个组织里面有五个人 当他们做出来讨论的时候 可能最大的那个领导 曾经带过这四个上来的 是他们最大的领导 好了 假设这个最大的领导是A 他的下限超越他了 在级别上比他高 不过在组织里面 还是这个A说话 那么这个A 他这么多年都带着这群人吗 他肯定会觉得我说了算吗 同意吗 他就会说什么 他就会说 好这一次的高峰会议在哪里 这一次的培训会在哪里 我们一人收多少钱 那么很多领导人就说 OK好 这样我们就跟就对了 他们就开始很愿意的给钱 可是给了钱过后 去到会场看 诶 我给的这个钱好像不少哦 为什么出来的东西好像 不对比哦 就会开始有很多声音 可能这个领导人完全是把全部的钱都用在这个会议哦 不过因为他有牵涉到利益关系 就会变成有很多声音 从怀疑来怀疑去 到底这个钱怎么用 用的对不对 这是一样东西哦 那么如果这个领导人说我要在这里办 另外一个领导人说我要在那里办 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在这里办 那么谁做决定 因为都是领导人 他永远没有对的决定 不过又得做决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决定出来了 不过这个决定出来很多时候 都不一定是大家认同的决定 所以当你出席一个你组织的会议 而你不认同为什么他要这样办的时候 你会在里面接到利吗 你不会在里面接到利的 所以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 因为在瑞威做任何的决定 瑞威公司做任何的活动之前 我们的核心管理层都是桌下来 很认真很认真的去讨论 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听市场 business development给我们的东西 很认真的去思考 讨论争吵真的是差没有丢椅子这样子 来确保大家把所有的想法 都集中在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想法 然后我们去用 这就是为什么16年 瑞威的活动很多时候都有做到那个效果 所以当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 就这样子没有掉 因为是组织层面的东西 所以才在去年11月的时候 老板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跟组织一起做组织的会议 他叫我们不要参与 他跟training讲不要参与 他跟marketing讲不要参与 我就要让领导人学会怎么做一个活动 好了 那个时候当我们开始做活动的时候 我就紧张了你懂吗 因为老板想一个marketing的我不要来 哇我很紧张耶 为什么呢 因为四面台哦 我在想领导人到底懂四面台的规模是什么 如果你们请的是我们时常用的供应商 我还不担心 因为灯光啊舞台啊 我们平时做我们活动的人懂吗 我看了看 有一半的领导人用自己的供应商 我在想 OK好 我就派一些人去会场看 哇我真的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场面 我看过有一些四面台哦 它大到比这个现在我站的舞台还大 你知不知道reway四面台的标准是越小越好 你知道吗 老板对于reway的四面台标准是 只要他走几步不要跌下台就可以了 因为他希望四面台是小小的 旁边坐的人很靠近他 这个才像四面台 你看我们三面台为什么比四面台大 是因为我们要cover那个 后的三分之一才有这样子的舞台 所以很多领导人他看reway表面做活动 哇reway就是什么最大就可以了 所以呢舞台最大就可以了 我曾经看过一些领导人的四面台哦 不只大 台上有16架电视机 我有时候爬头 为什么需要16架电视机在舞台上面呢 只有一个人需要看这个电视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reway做活动就是要大 舞台最大电视啊不要八个 有16个为什么不要16个 这个就是我讲的 有时领导人他要模仿reway的活动 他没有模仿我们真正的细节 他就模仿表面的东西 他就模仿表面的东西 然后我看过四面台 你注意看我们的灯 只打舞台哦 可是我看过的四面台 它的灯好像演唱会这样的灯哦 又打舞台又打观众 又有蓝色又有红色的哦 因为他们觉得 哇reway的就是要做很大 所以从这11月我看了领导人的培训会的过程 我就知道了领导人格局很大 他看到reway他觉得reway最好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时常在微信也好 我时常在Facebook也好 我看过reway领导人做的活动 哇格局真的很大 因为领导人可能是因为出席了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他认为这个活动能够说服我 那么这个活动就可以说服我的人啊 那么我的所有活动只要做到最大最highclass的 什么场地去到5 star hotel 4 star hotel不可以 只有5 star hotel再可以 会后一定要在hotel lobby 最好是六星级的 我拍上去的时候很美的 在普通的妈妈当 在普通的那些小吃店不可以 可能很多人他对于做reway成功的画面是这个 所以我发现后期加入reway的领导人 有点复制错了 我想讲的是reway不是一开始就在五星级酒店的 reway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大的活动的 reway是从先会做小活动开始 从能够支撑小活动 从小活动里面得到最大的效果 我们才再大一点 我们才再大一点 才能产生现在你看到的reway国际的活动 所以你要模仿的不是reway的活动的大小 你要模仿的是reway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注入什么东西 我们看中什么东西 整个细节的安排 整个领导人上台要什么分享 这个是真正我们活动最大的效果的地方 尤其在台湾 我发现 因为台湾现在在立会 在整个reway国际 业绩是数一数二的 所有外国的领导人要卖 一定是卖台湾的业绩的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台湾的业绩很大 也让台湾的领导人有时用了自己的方法做的时候 觉得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业绩这么大 我们的做法这么做 业绩这么大 这样应该没有错 不过如果你问我 以我16年看来 台湾会产生现在的业绩 一是因为台湾的市场大 二台湾的领导人的努力 那是肯定的 不过如果你问我 其实整个reway国际对比下来 台湾业绩不是最大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发现 台湾领导人的业绩 就只在台湾 如果你说台湾的业绩是低的 很多国家的业绩不比 不过reway13个区域里面 90% 13个不同区域的上限 都是来自新马组织的 整个reway国际的组织 少过10%是来自台湾组织的 所以我看到什么呢 不是因为台湾人不会讲英文 很多新马的人也不会讲缅甸文 也不会讲泰文 也不会讲印尼文 也不会讲波兰文 不过为什么就是 新马的领导人可以跨国 而只有台湾的领导人 不管做的多大 他也在台湾 不是语言 是因为很多你们用的方法 复制不到 当你们去到外国 很多种方式 太多种小组小组的方式 复制不到 所以去到每个国家 一点点又不可以 又回来台湾 然后台湾是你们的主要的吗 讲你们的语言 是你们的舒服的点 所以在台湾 你们用什么自己的方式做 都好像有结果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大 你要真正跟reway国际比 不要跟reway台湾比 你要真正跟reway国际比 真正跟那些基本功 很强的新马市场比的话 你要先能够 学会系统里面 应该要复制的东西 所以想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都会说 哇 这样惨了怎么办 这样怎么办 现在我们要重新开始了怎么办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吗 愿意吗 好 在迪拜最高峰会议 老板跟在座的 Chimp Supreme Pegasus 讲了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要你们听清楚哦 因为这个将会是接下来 这一年 甚至接下来这几年 对你组织成长很大的影响 一个东西 就是接下来 或者现在开始 所有Reway国际的 Team Supreme 如果你有新的话 你想学的话 你想学会怎么复制 Reway系统的话 你认真想在日月做到的话 你可以跟公司申请 你可以找Business Development 你可以找你的GM 申请什么 申请你需要公司的资源 公司的协助 来跟你一起办 你的组织的活动 所以当我讲资源协助 就是所有做活动的东西 公司都会参与 加上可能公司会帮你出钱哦 这样好不好 好 可能有一些人听到这里会觉得 哇好想要咯 明天我就要去找那个Business Development 跟他讲 听说Team Supreme可以公司帮我们做活动 好了 你可以帮我布一个小巨蛋吗 或者哇 你可以帮我布一个Sandwiches的饭店 我要做一个饭局吗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定可以的 No 如果你敢敢去跟Business Development要求小巨蛋 小巨蛋我不会给你 一粒蛋我就会给你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给你鱼 我们要的是教你钓鱼 因为整个reway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来 出席培训会 就是因为reway系统吗 所以我要你们在这个配合里面 学会系统里面最关键的 如何在组织层面阶段做会议 因为如果你承认你是因为出席的reway的会议 而得到现在你的结果的话 那你就要确保你在组织里面 你也会做会议啊 所以我们会经过审核的 不是谁申请就OK的 我们会先坐下来问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会有几个组织的人参与 为什么是在这里 我们会问很多这些问题 不是因为公司又要给又要帮 要问很多 不是因为我们要认真知道你 有没有认真参与 如果你要认真参与 我们会帮你做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十次 我们都不会有怨言的 不过当我们发现我们帮你做的第一次过后 我们发现好像是在公司帮你做 好像是你在等公司帮你做 你的目的不是要学习怎么做会议 我们就会拿回这个东西的 公司好不代表公司笨 所以希望在座的Supreme 能够借到这个力 借用现在公司真的 training depart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要全力以赴的跟你们配合 在你们组织的活动 我希望这个系统 今年给了这个最大的力 你真的不要白费掉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飞马 飞马你就知道咯 飞马没有这个特权咯 只有Supreme 所以你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成为Supreme 你才可以拥有这个Supreme 有的这个特权 所以我希望 我们讲的这些 我们看到的大活动也好 小活动也好 我们可以知道里面的力量在哪里 可是真正如果你问我 人永远是这样的 越简单的东西他越不会做 越简单的东西他越不想做 刚才David在舞台他有分享到 他时常谈产品 时常谈NDO NDO 你知道老板每几年都会谈一次NDO吗 你知道老板2020年在疫情之前 trained the trainer 他也是谈NDO吗 你知道2023年 在疫情回来新加坡总部开幕的时候 用20个小时不睡觉 来trained re-way training system 他也在谈NDO吗 所以一个总裁一直在舞台上 一直提醒你NDO 卖身啊 你懂吗 一直在那边讲就代表NDO很重要 不过很多领导人他不用NDO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觉得NDO没有效 他谈了一次两次过后 他觉得没有结果咧 他就用自己的方式谈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很多人在要他用一个方式 他谈不到结果的时候呢 他就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谈的 自己的方式 你相信一下可以哦 他就忘记正统的方式了 为什么NDO要能够在你组织复制下去 是因为所有你组织的答案 在不同阶段他都在NDO里面 一个新人你要怎么跟他谈 为何要做直销 他在NDO的第一点 一个新人你要跟他讲 要在Reway不要设两个月 试试看的那种哦 要有长远的想法哦 他在第二点里面 两个观念 很多时候你的组织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很多的答案他可能在第三点里面 你可以跟他讲 去想去做你能够控制的 不要去想你不能控制的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NDO里面 是在我们组织运作的时候 他有答案给我们的 不过为什么很多人不谈 因为他总以为NDO你必须要在台上 从第一点谈到第十点 才叫做谈NDO 你懂NDO 他十个点你多好用吗 有时你在舞台谈两个点 你要看你的群众是谁 你要达到什么结果 你就在NDO十个点里面 找两个点来谈 针对那几个人来谈 你就有那个结果了 你懂有多么多人 为什么他的组织不能上来吗 因为当他下线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答案给他 然后他啥到他没有去NDO找答案 其实答案都在NDO里面 我打一个比方FORM 很多人以为FORM是用在顾客身上的 很多人以为FORM就是什么 要去推荐人了解一下他的家庭 了解一下他的金钱 不是的你懂FORM是可以用在组织里面 而且很好用的那种 我给你一个比方 当一个人加入Reway的时候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做了Reway三年了 他达到他在Reway设定的目标了 很多人就原地踏步了 同意吗 因为他赚到钱了 他已经达到他在Reway第一天设立的目标了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在Reway三年的级别一直不动啊 因为他觉得他成功了 这个时候身为上线 你要怎样激励他 不是一直motivate他 一直讲哇多棒啊什么 不是 你要用NDO的FORM 用在这个人身上 你要再一次跟他坐下来聊天 再一次跟他谈 现在这一刻他已经是天比地Pavo了 这一刻他已经是飞马了 接下来三年他要什么 你要像他是新人的时候 再坐下来 在这个时段当他是飞马的时候 再跟他FORM多一次 接下来阶段 这个是如果你活用NDO 很多时候 不管那个人加入Reway 加入你的团队多久 你都可以在NDO里面抽几个答案用在里面 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NDO 就像Ivy前天在基隆坡讲的 NDO是严格来讲补到丸 对于新人也好 对于要坐的人也好 对于要飞马的人也好 对于不懂得怎么抓下面的人 NDO都有这个答案 老板说很多人不谈NDO 因为谈得很烂 没有效果 所以要怎么样确保你NDO谈得好呢 你谈的时候你要路 然后你路的时候你要看 不是听哦 你要看 看了过后你让你吐 吐了过后 你再谈 再录再吐 当你发现 每看一次你吐的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就要发现你的NDO谈得很好的时候 这个NDO就会帮得到你 所以系统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每一天我们都在提醒 每一天我们都在讲 老板谈了几次 每一次我们都在讲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当做是透明的 我们没有真正去用它 如果我讲NDO重要 你可以不相信我 因为我是管理层吗 我不是直销商 不过如果天龙首席冯玉恩讲NDO重要 你就要听了 因为前两天在吉隆坡 他在舞台讲了一句话 我听了过后谋战 他说我什么都不会 不过我谨守NDO 所以我来到天龙首席这个位置 我们给玉恩一个掌声 所以我真的认为一个天龙首席在reway 收入最高的一个人跟你说他什么都不会 他只会NDO 而他用NDO来到这里 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式 有时跟着系统 不要跑歪 跟着系统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通过不管是我的分享 或者接下来的讲师的分享 你真的能够听懂 到底reway六批的优势是什么 产品就像刚才David讲的 已经帮reway人跨一个大步了 要不是这么优秀的产品 这么好的见证 这么棒的一个产品 reway人不可能有现在 不过相信我 产品多好 它也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会用系统 真正能够善用系统 真正能够活用系统 真正能够在系统里面 得到最大力的人 才能借用这个产品的开始点 走完 接下来你在reway的路 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通过今天 可以通过reway所有的活动 能够更了解reway 能够真正在reway 赢在reway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Qualien的分享 好 坐 请坐 他讲得好像在教训人这样 好了 所以 经过Qualien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大概要知道 我们在讲的系统到底是什么 我们个人要做的就是OBB NDO 到今天如果我推荐新人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推荐新人的话 我在想我不用NDO教 我用什么教呢 我应该怎样跟他谈 我不懂 就是用NDO教来启动他吗 不是吗 我还记得我在做直销的时候 每家直销公司都有他自己本身的NDO 我有一定的直销经验过后 加入一间新的直销公司 我一定先去找他的NDO 然后把它背起来 在家里也好 在酒店也好 找一个枕头 跟枕头奖 跟枕头练习 在那边一直背 背 那么我想问 reway的NDO容易背吗 容易吗 我已经把它背成很容易了 是不是啊 234567很容易嘛 是吗 所以要多谈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要知道说 公司背后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来支持你 来做这个行业 刚才提到麦当劳 对不对啊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在麦当劳的店里面看到的是 那个人炸薯条三分钟出来 怎样撒盐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背后 他用什么仪器 他怎么选 他怎么选那个 那个 你们叫什么 土豆 台湾叫什么 马铃薯 干当啊 怎么选那个马铃薯 那个马铃薯怎么要种 它的土要是什么 它要怎么割 要多大力 要怎么保存 变成半产品 到了每一间店 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炸出一个世界标准的一个薯条出来 看得好像三分钟撒盐就很容易 最后的步骤很容易了 它背后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坚持 Reway一开始 从培训会16个人开始 我们第一场培训会16个人 其中6个人是讲师 一直到今天 有没有人都好 我们都照讲 我们都全力以赴 Reway的这个系统最漂亮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一个月做四场很了不起 我们出过一个月做一百场 有没有 他们一百场就要有六百个讲师 是不是 这六百个讲师怎么来 这六百个讲师怎么来 你能确保每一个讲师都讲得好吗 能够吗 不能够 不过Reway可以允许的 Reway可以允许说 我们站在这样的舞台可以讲得不好的 你不讲话我都无所谓 你被选中了 你上来你一句话都讲不出 你在上面哭 哭 哭完让你下来 我都觉得你 OK 我都觉得你做得很好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啦 以前Andy就是这样啦 紧张 紧张 第一场赢在Reway 你去听 他的公司的 他背 整天在背 他每天 他的那个Reway的小纸袋 你懂吗 装一盒的那种小纸袋 整天就是拿在手上 他的所有的稿都在里面 每一个字哦 而且那个时候是第一场的赢在Reway 所以他是标准 而且他是最后一个讲的 因为那时候麒麟是最大的 他是麒麟 我还记得 每天走一走去都拿着那个包 那个那个纸袋 我们就在 我们其他讲师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说 如果现在拿那个纸袋 从窗口丢出去 他应该会跟着跳出去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东西是他的命 结果他背背背背背 又没有读书 这个人 背到一半忘记了 忘记就玩臭了 玩臭就哭咯 然后就乱讲话了 就讲Reway真的可以做的 我跟你讲 然后呢 我每个人拍手咯 你看 Reway的文化就是这样 对不对啊 我们人家上面讲错 你会不会 会不会 不会 我们跟外面不一样的 外面那些参加唱歌比赛 那种一点点都不行的 是不是 就给他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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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批评人 越厉害的那个人就越厉害 我在看 这个文化不大对 是吧 因为每一个讲师上来 下去了过后 每一个人的评价是什么 very good 是吧 一定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他才有信心再去谈多一次 是不是啊 那么他第二次还是忘记还是哭 下来会怎样 very good 五次 十次 二十次 一百次 会不会讲得好 当然会啦 当然啦 废话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月一百一场啊 这是外面看不到的 对不对啊 你看到的是我们做培训会 不过你没有看到里面一些 一些小小的机制 换做另外一家公司 换做现在你开的公司 今天要这样的一个会计 要开这样的一个会议 需不需要付出代价 需要吗 你不知道的话 下个星期你开一场你就知道了 对吧 你马上就知道那个代价是什么了 又有吃的 对不对 又要会议的这个东西 又要 你不要小看这个灯光啊 这些啊 好像很简陋 都是钱 是不是啊 都是钱 付出这样大的代价过后 你可以允许上面的人讲不好吗 你就是有效果的吗 对不对啊 你可以允许吗 不以为可以 也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的 曾经我们做饭局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允许一个恶心上去讲 允许一个异性上去讲 我会被人家骂的 因为他讲的不好 我会被人家骂的 为什么你这样 你不要讲 你讲的这么好 我能带人来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眼睛只看到这一场啊 是不是啊 所以他会很介意啊 他会很介意那个人 要约到要死 要约到来这边 结果那个人在上面哭 一句话都讲不出 或者乱讲 或者不会讲 不会表达 如果说我们耳朵很轻 或者没有经验的话 每一场都是好的人 每一场都是厉害的人上去讲 有可能会有今天吗 瑞威 不可能 我们真的需要给瑞威一个掌声 那麽 那麽刚才华人有讲到 每一场会议都有它的作用 你是一个刚加入立威的人 你要介力 表达大会可以介力 对不对啊 领袖培训会 可以不但可以介力 还可以学到东西 预言也时常讲 他说婚姻可以不带人的吗 这麽好用 为什么不带人的 我就硬硬把人推进来 刚才有讲到说 有些人是被骗来的 是吧 被骗就被骗也无所谓 对吧 就都被骂而已 我们在城中学习嘛 是不是啊 我们不要怕犯错 下一次我们要学 虽然有时我会收到三天两夜邮 的那种传单 我也会收到的 结果发现到是reway的 三天两夜邮 还有赌场的 去赌场 我也是笑笑的就算了 因为这种到最后有没有效果 是做这个东西的人 犯了一些错误 慢慢慢慢发现到 慢慢慢慢 他发现到有问题 然后开始思考 然后从中学习的 对不对啊 他会这样做就是 他不会 为什么他不会 为什么他不会 因为公司的问题 公司没有交好 是不是啊 传达不到那一边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必须要先自我反省 当然公司会一直自我反省 所以公司的会议多到 人家埋怨 别的公司 你要一场会议 可以求掉 谁不要紧 还要你付钱 是不是啊 我们是多到人家埋怨 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东西 因为你找不到了 你找不到了 如果真的有 我早就在那边了 是吧 我还需要开reway吗 那边就是reway了 我就是要开一间 只要公司 连我自己本身都想加入的 而我会加入 再给我多几年 我就加入reway做reway了 跟你们一样 这是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 午餐时间 后面的人很厉害 已经开始排队了 这些都是什么 老江湖 有经验 那么好了 安排是一样的 我们的team supine 我们的team milit 然后其他的后面 我们一个小时后 也就是两点半 我们会议会准时开始 我们等一下见 谢谢大家